大家好,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中国国族的规划球员 今天看到一张照片是洛国富发出来的 是照片上有他和费南多的影子 然后他们的标题就是去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地点在机场 这就意味着费南多和洛国富的签证已经办好 他们将持援日本与国族会合参加世界杯预选赛 然后再一起飞往越南参加比赛 我们之前担心规划球员回到巴西之后就回不来这种情况 现在可以松下一些心来了 确实这些球员入籍中国之后都具有了一个爱国的心 爱国心最强烈的是洛国富和阿兰 然后是埃克森 其实费南多去年因为有伤返回巴西疗养 一度让中国球迷的心有一些难以接受 但是如今费南多也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他选择与洛国富阿兰他们一到来日本 为中国队助阵 其实洛国富和费南多这两个人洛国富虽然不负当年之勇 但是在场上的一些斗志 还是让很多中国年轻的本土球员所必须要学习的东西 然后费南多的个人技术是非常厉害的 在整个亚洲的突破都是非常强的 希望他这次在日本能够率领着中国队 在边路打开缺口为中国队制造进球 在这张照片上并没有见阿兰的身影 可能阿兰在另外一个城市吧 他们应该是三个人一起会合来日本参赛 洛国富因为黄牌停赛 是不能参加与日本队的比赛 但是随后与越南队他是可以参加的 那么至此呢这四名规划球员也就是埃克森 埃克森可能就无法参加对日本的比赛 因为他在圣诞节之后感染了新冠肺炎 目前正在康复训练中 之后呢可能到三月份 他痊愈之后就能参加剩下的两场 对阿曼对沙特的世界杯剧选赛 我们期待到时候最强的国足 最强的规划一起合体 来打好这剩下的这几场比赛 虽然说我们现在出现的希望 基本上是零 但是我们也要一场一场打 特别是接下来这两场 一场是对日本 另外一场对越南 这两场是在冲结期间 是全国人民这一个大好节日 在这样重大的节日附近打比赛 千万不要给全国球迷添堵 来破坏这个节日的气氛 作为主帅李小鹏压力也非常大 不过还好这次还有规划球员的持人 也相信这些规划球员在巴西 也不是每天睡觉打牌 而是每天也是非常自律去训练 去调整自己 他们的状态应该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所以呢希望我们本土球员和这些规划球员 一起组成一支非常强大的球队 争取在日本课场先翻日本队 不管之后能不能小组出现进军世界杯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念 在日本课场击败日本队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